忘記介紹剛剛有一群很嗨的貓貓們 其實他們有帶他們的周邊商品 為什麼要有周邊商品 一樣就是海邊的孩子演唱會每年半 然後都會把演唱會的收益 當作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們的文化教育的經費 我們都講把國人外或是小姐組的文化技能訓練費用 他們是恐龍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破壞力超強 也因為我覺得在文化這件事情上面 以前不像以前 現在年輕人都去學校讀書了 在家裡面跟阿公阿嬤父母親學文化技能東西 時間就變少了 以前都單親家庭 爸爸出去外面工作媽媽顧小孩 現在不一樣喔 部落大部分是給他教養 雙親都要到外地工作 只有阿公阿嬤在帶部落的青少女 所以文化的教育養成就稍嫌弱了一些 然後透過寒暑假空檔時間 才有辦法去當一個真正的原住民 平常都是兼差啦 那老人家會很感傷說 我們的文化怎麼沒有年輕人來接續 但是大環境社會裡面 給我們年輕人的時間跟機會又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渡時期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文化可以在 讓老人家覺得很驕傲 所以每年扮海邊的孩子 也都是這樣的初衷 想要持續地把它扮完這樣 今天有一個新夥伴們 就是部落的媽媽們 他們帶來他們的手工藝品 就是講瑪莉 你在哪裡 媽媽 請微笑 請微笑 他們30年前都很漂亮 現在也是 來 現在還有看得出來 對 你們的鼻子有曾經漂亮過 眼睛有喔 對 但是眼睫毛 假的 然後他們用他們會的手藝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服飾配件 有人講不貴 有人講瑪莉 就是那個毛線球 我的傳統裡面為什麼會有毛線球 我覺得文化是不斷的前進跟演進的 對我來講 我們年輕人叫嘎巴 只要是成年的人 嘎巴 就是稱呼青年人 當然他也有另外一個字面的意思 就是漂亮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來台東有聽到 嘎巴嗨 這個字根就是那個漂亮 也因為這個年紀是最漂亮的 在阿美族的生命觀裡面 會把最漂亮的 顏色最豐富的飾品 放在年輕人身上 所以你看到阿美族的年輕人身上 會有很華麗 很多很漂亮的顏色在身上 瑪莉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 這個時期的流行嗎 但是也流行了一百年 最近的毛線是比較高檔 用奧地利的 不是奧地利是水鑽喔 媽媽你們用的那個 毛線是哪一個牌子 我不知道啊 不重要 他們一直在拍照跟聊天 專心賣東西好不好 把它做一個很創意的結合 所以有今天 一邊滑龍桌 一邊剪毛線球 兩個月吧 辛苦的成品在這裡 這些也會當作 部落一個很棒的 在維繫部落年輕人的一個 很棒的舞團 叫新闖舞團 當作新闖舞團 很重要的一個 經費的來源 就這樣 就是你們 聽完 就摸摸口袋 有剩下的錢 你可以去買 沒有的話 放在心意上 因為也只有這批貨了 就 你們還有時間做嗎 不知道 他們也要 測試市場的水溫 因為下個月就要封年積累 也沒有時間做了 那慢慢 一步一步 就是所謂的溫創場月 ok齁 好齁 沒有要強迫行銷 只是我們會在門口等你們 我想要請一個很重要的人 小花姐 可以上來跟大家打聲招呼嗎 我們新闖舞團的最漂亮的媽媽 小花姐 阿娜 前面有樓梯 請小心階梯 小花姐 大家好 我是都小花 有沒有漂亮 三十年前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 妳太早生了啦 要不然我早去追妳了 還記得 淑命 好幾年前 這些孩子都還在她的這邊 也就是在台北太久 沒有吃龍蝦九孔 因為我們家境清寒 小孩子都長那麼大 他們要常常拿龍蝦 跟人家換香腸 今天我們很特別 一群媽媽們都來陪 我們都蘭的孩子 來參加這個海邊的孩子的盛會 那個是我們的毛線球 那毛線球的意思呢 我們的第一鍋 主打是祝福 那個是祝福的球 它可以掛在車上 然後也可以關在包包上面 然後它每一顆球 都是我們的 媽媽們每天晚上聚在一起 旁邊當然有啤酒、檳榔啊 還有龍蝦隊 對 因為如果沒有啤酒、檳榔 他們撿起毛線球 會色色的 會撐持不齊 那我們還有一些周邊商品 然後我希望請阿V上來 我要很慎重的介紹 這個媽媽 耶 阿V姐 來啦,謝謝來啦 他秀有沒有用 我們都過期了 是他 是他讓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有這個潛能 原來是無限大 阿V是漢人 他雖然是台東山邊 一個部落的漢人小孩 可是 因為他肯定我們 來我們部落 他不是那種 然後 大家知道都蘭部落 是很多新移民的一個部落 大家有錢到不行 然後就 他跟他的先生 來到我們都蘭村 然後是非常喜歡我們 熱愛我們的土地 包括我們的孩子 那特殊孩子也是我們 新傳舞團的 最基本的小朋友 你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個小朋友 新傳 都蘭的孩子 他會跑來跑去 他是我們的主角 他 他們的夫妻呢 就想說 因為我們新傳舞團 從成立以來是幾年齁 都是 大家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從來沒有 透過什麼基金會 或是 其他的 國家 一些 政府單位來 扶植我們 我們都是積極積極長大 越青寒越胖 所以 就是因為阿V 他 就是發起了這個 這個 做毛球的運動 然後大家 一整天工作 大家一整天工作很辛苦 又要煮菜飯 可是晚上 大家鄰居在一起 做毛線球 然後小朋友一直在旁邊玩 全家人都在一起 因為爸爸也在旁邊 做比較重要的工作 你們等一下會去看 有一些木頭是爸爸做的 然後再加上 剛才淑明跟我們講 跟大家講那個龍舟的比賽 我要分享的是 這是一個體驗 一個人生的體驗 在座有做過爸爸媽媽的 你們有那個體驗 跟小孩子一起參加 什麼樣的競賽嗎 除了在學校的校慶 親子活動 那些都不是什麼人生的體驗 那我們的體驗就是 我們可以跟著我們的小朋友 在台上跳舞 唱歌 還有就是跟小朋友滑籠鐘 在練習的過程 跟著小孩子一起流汗 一起呼吸 那種人生的體驗 你們永遠得不到 不會 他們以後會有小孩 他們試著 對 所以小朋友呢 是我們部落很大的動力 可是 我覺得媽媽們 是他們後面最大的助力 對不對 對 所以請你們支持我們 雅果媽媽 我們現在掌聲歡迎我們的 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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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頒獎 阿V 這個部落教會我很多事情 然後因為他們的文化真的很冷 所以很值得大家到 突然部落去 好好用心感受一下 那當然我們也很 痾 就很享受後來 婦女們大家聚在一起 撿毛線球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想要謝謝這個病 就是 就是他也願意支持跟幫忙我們媽媽們可以有這樣的活動跟著一起賣 有 金曲獎的衣服裡面有放毛線球 但是我太胖了 可能跟毛線球很像 可以戴眼 他那時候很有種 第一次跟他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居然想都不想就答應 可是那時候只是想法而已 但是那個那時候居然很有種 就說好可以 就是可以用在他身上這樣 我那時候想說 一個陳平他都還沒看到 他怎麼可以這麼敢 就是敢答應這件事情 因為我每次都要回去 突然會遇到你們 怎麼敢不答應 不過從國家音樂廳那一次之後 他們就真的主動 又找我們姚果媽媽 那姚果媽媽後來後面這些東西就開始吃 那我們這些收入 其實全部都是要回饋到新船航船 因為小花老師他真的是沒有省清金的 也沒有無足 完全靠他自己在繼承 那現在媽媽們本來就是一直有在支持他 只是我們現在換一個方式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小花 謝謝小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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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的他一直想要跟我們划龍舟 鐵花春的你們要不要介紹他啊 他不讓我划了啦 我才沒用力 就是我有逛民龍舟 節目還沒有結束喔 好不好 謝謝 不要走喔 還有三首歌 還有三首歌 忍耐一下 快結束了 三百塊快過去啦 好 好 我也想要就是讓海邊的孩子 這個 這個作品可以每年每年這樣持續下去 今年交給一個 議題來當這次的主唱 我們再次歡迎 袁凱 袁凱 哈囉大家好我是吳袁凱 好 帶來第一首歌就是 我自己的自從曲 最靠近太陽的地方 謝謝 在藍天風下的陽光 就不早的時候 想念我們的歌聲 最靠近 一定太陽的地方 最靠近 一定太陽的地方 那是我們有好的夢想 寂靠在這片海洋 因為那海浪不停拍打 著我們的海洋 喔好安 愛喔好安 愛呀 耶耶耶 喔好安 愛喔好安 愛呀 愛呀 哦 Lag illumin 想著望著看著我 背著其它 唱著對你最熟悉的歌聲 按照天空下的陽光 依舊不早的時候 那是否想念我們的歌詞 最靠近 影音太陽的地方 那是我們有好多夢想 寄託在這片海洋 因為那海浪不停拍到 這我們的海岸 喔喔喔喔 海洋 喔喔 海洋 喔喔喔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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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口臭互桑 海洋 你愛的海洋 這口臭互桑 海洋 你愛的海洋 這口臭互桑 海洋 愛你愛我愛你愛我愛你愛 因為我還想要再去巨馬獎 哎喲 啊沒有上映喔 今年台北電影也會有 然後今年9月上映 請大家支持一下原住民製片 太陽的孩子 太陽的孩子 掌聲鼓勵 太陽的孩子 沙咪趴路馬不斷來 有少漢子阿公阿馬有馬 有少不斷發動的 誒空馬不斷發動的 只是一天 何不斷發動的 香欣 沒有意思 發動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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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